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名女子因为婚外的恋情成为命案焦点 机关算尽 设下迷剧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雪冰的圈套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李某是河北省城安县人 年过三十的他 不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可是不久前 李某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他被妻子赶出了家门 然而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李某的这次离去 竟成为了他与其他人 与其他人与我别人 这一天的午夜时分 家住城安县商城村的老王 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这么晚了 还会有谁到家里来 老王打开院门 赫然发现一个浑身湿泻的男子 倒在门前 民警来到现场时 发现这名男子还有呼吸 并且还能闻到他身上阵阵的酒气 当时这个人还能说话 当时就一说 还要救救我 见此情形 民警立即联系了120急救车 同时向指挥中心汇报了暗器 问他谁砍的你 或者是别的 你是摔的还是怎么着 他当时就是说 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就一句话 冬包装让我死吧 冬包装让我死吧 就这句话 可能是由于剧烈的疼痛 男子的精神积极崩溃 完全无法回答 民警提出的任何问题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是谁对他下次狠手 在距离现场几十米远的路边 民警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 因为农村的但凡他能停车的地方 他大部分都有个院子 他可以把车开到他自家里去 所以说那个车在那停的 我们当时就觉得比较可疑 他身上挂了一个车钥匙 是一个长城盆 跟他这个车的 就是吻合 通过查询车牌号 民警夺知 受伤男子是东宝庄村村民李某 莫非他是驾车途经这里的时候 遭遇了抢劫 他就是靠边停了 不耽误 不耽误别的车通过 也就是应该是他自己停的 很显然 这并不符合拦路抢劫的现场特征 汽车的车门是锁好的 而且内部也没有任何翻动过的迹象 最值钱的就是他那部汽车 既然这个汽车还停在现场 说明这个不是针对他的财物 应该是臭少或臭少 看上他的人究竟是谁 面对民警的询问 李某非但没有正面回答 他的情绪反而突然 莫名的激动了起来 一开始说的是救救我 然后就是说 打死我吧 或者是砍死我吧 一二零七九车赶到后 李某对于医生的检查救护也并不配合 被送往医院后没多久 李某终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倒地的小巷内 民警发现了大量喷溅性血迹 可以肯定 这里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收起刀罗 摔出一个撑堂的血迹 和那个尸体 下面的血泊 证明了这个犯罪嫌疑 下手非常恨 身头大恨 分析不是一般的菜刀刑场 应该是砍刀刑场 究竟是什么人和李某 有如此大的冤丑 他受伤这么严重 他见了人 第一就是让人救他 第二就是应该说 就是谁砍了他 特别是见了警察 他就见了这个Paris罗的民警 他都不说是谁砍了他 这个人应该有难言之意 民警连夜走访了李某的妻子 据他说 丈夫李某在县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平时没有得罪过人 也从未与人发生过矛盾 他只知道 当天晚上李某应该是在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民警了解到 当晚的六点到九点 李某的确在一家饭馆喝酒 据与他一起吃饭的朋友们反映 李某在吃饭时一切正常 只不过中间他接过一两个电话 但是这个受看人打电话的时候 提到这个809 809路公交车 是一般在邯郸 几个曲线间运营的长途线路 而他恰好就经过案发地所在的商城村 莫非当晚有人约李某在商城村见面 那个打来电话的人会不会就是凶手 民警试图查阅李某的通话记录 但由于他的手机设有密码 警方只好另寻他法 不过李某的朋友告诉民警 在接过这个电话之后 李某也并没有什么异常 最后他是和一个开网吧的朋友一起离开的 民警找到了那个网吧老板 据他讲 他们一起回到店里后 由于生意比较忙 所以也没顾得上和李某聊天 他隐约记得 李某只是自顾自的在摆弄手机 并没有上网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李某便独自离开了网吧 他朋友认为他就是回家了 没说清楚 李某离开网吧的时间是晚上十点钟 这距离他遇害还有将近三个小时 李某是什么时候来到案发现场的 他到这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因为他车不是在那停了呢 就是说附近 当时想的 是不是在附近谁家里边去了 就是在谁家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是从家里出来了 出的事 然而通过走访 民警却意外地发现 李某在现场附近 根本就没有任何亲友和熟人 那么他当天晚上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偏僻小巷 身负重伤的男人 为何一心求死 寂静深夜 是谁与他秘密相约 却不现真身 夫妻分居 暧昧网聊背后 难道是温柔陷阱 网友旅行的比较多 跟他聊天非常暧昧 包括这个受害者 他也多次要求雪冰见面 意外线索 昔日恋人的出现 为何疑点重重 中间接了个电话 提到了809这个数字 三个数字 邀请了 一会儿约他见恋了 然后发生了案件 雪冰的圈套 天网反目正在播出 这起突发的命案 打破了小村原本的宁静 起初人们私下一论 那个杀人凶手 会不会就是本地的村民 可是通过调查 民警基本可以确定 李某在案发现场附近 没有任何亲友和熟人 倘若李某并非是来找人的 那么他深夜到此的目的 又会是什么 案发后 民警调取了村内多个监控探套拍摄的录像 而其中有几个画面 让他们感觉疑点重重 23点11分 一辆汽车在监控画面中驶过 从车型与颜色判断 这应该就是李某所驾驶的车辆 但是当民警仔细分析这段录像时 却发现 李某的车已经在画面中出现了半个小时之景 根据车灯谈断 李某其实在22点40分的时候 就已经驾车驶入了这条街道 可是他一路走走停停 速度很慢 大约一分钟后 李某将车停在了路边 可是这一停竟长达20分钟之久 李某始终没有下车 似乎是在等人 因为他出现这个地方 这个现场 他也不是到人朋友 没他的朋友现场 就是说谁会把他约到这个地方 难道说李某是应约来到商城村的 他要见的人究竟是谁 但是在此后的20分钟时间里 监控画面中却没有任何人出现 随后李某独自驾车驶离了现场 可是没过多久 他竟然又原路返回 再次停到了之前的位置 来回来回走了这么好几趟 所以我们就分析 他第一个他对这个现场 应该是不太熟悉 民警分析 李某应该是在寻找和确认 与某人见面的地点 这也就解释了 他的车一开始遭受停停 速度缓慢的原因 三分钟后 李某再次驾车驶离 可是没过多久 他又步行从远处走了回来 这一次 民警可以清晰地看到 李某正拿着手机 边走边看 23点48分 李某出现在另一条街道的监控画面中 从他在路口反复徘徊张望的举动来看 他应该就是在等人 但遗憾的是 民警自始至终没有发现 附近有任何可疑的人出现 那个约李某前来见面的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在发出邀约之后 却迟迟没有现身 五分钟后 李某离开了路口 向远处走去 民警推测 也许是对方临时改变了见面地点 这个约人肯定就是电话 或者就是别的聊天来什么 是谁在通过手机遥控着李某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走访中 民警曾向李某的妻子 询问其生前的社会交往情况 可是妻子刘某却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因为不久前 他们夫妻二人已经分居了 这个受害人比较强势在家里边 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她媳妇就是说 在家处于那种弱势状态吧 据民警了解 李某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工作之余 他总是待在家里 抱着手机上网聊天 手无理手机 就是整天聊 她媳妇也管不着 她媳妇也不敢看她手机 李某沉迷于网聊不能自拔 而家里的大事小情 则都是妻子刘某在操劳 尽管如此 李某对妻子还是颇有微词 有时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 只要妻子做的不合心意 她也会立刻大发雷霆 长此以往 夫妻间的感情一直是勉强维持 直到有一天 妻子刘某听说了一件 让她非常气愤的事 听别人说的 这个风言风语 就是说 你丈夫跟你同学 就是说有这个关系 很多年前 李某和班上一个姓陈的女儿 女同学互有好感 心生情愫 毕业后 他们还正式的谈过一阵恋爱 可是最终由于其他原因 两个人并未走到一起 后来陈某嫁到了外县 而李某则经人介绍 娶了现在的老婆刘某为妻 各自撑脚之后 他们 批次还一直保持练习 但是超出了这个正常 就是我那女同学的这种关系 听到这些传闻后 妻子刘某变得敏感起来 有一天 她听到丈夫接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从谈话中 她可以断定 对方正是那个女同学 夫妻俩为此大吵了一架 圣母之下 他们做出了分居的决定 直到案发前 李某都一直居住在自家的另一处房子里 她平时和哪些人来访 家人的确毫不知情 在调查中 一个网名叫雪冰的人 很快吸引了民警的注意 这个雪冰跟他聊天非常暧昧 包括这个受害者 他也多次要求和雪冰见面 案发当晚 李某会不会就是到商城村去见网友的 在此前的调查中 李某的朋友就曾经说过 李某在网吧里 一直在摆弄自己的手机 莫非他当时就是在和这个名叫雪冰的女网友 商量约会的时间和必定 很可能 有人就是乱发当天晚上 这个雪冰和他联系上 邀请了 一会儿约他卷戀 然后发生了案件 民警分析认为 这个名叫雪冰的女网友 很可能与李某的遇害之间 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观点 可是雪冰究竟是谁 在QQ个人资料里 雪冰除了登记了自己的年龄之外 再没有填写任何信息 但是通过分析其他线索 民警推测 此人应该是一个熟悉案发现场周围环境的本地人 民警一方面对村内人员进行排查 同时也对和李某有过暧昧关系的人进行了梳理 在调查中 李某的一名亲属 主动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死者有个亲戚 是这个开这个809的司机 他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说 这个死者有个这个女同学 在从外地回来了 这个司机口中的女同学 就是李某此前的恋爱对象陈某 据他讲 就在案发当天的傍晚 陈某从外线上了809路公交车 这名司机当时就认出了他 在行驶途中 他听到陈某跟李某打去了电话 两人约定要在这两天见面 感觉很巧合 就是正好他这个朋友 他朋友这个一会儿喝酒的人 反映这个他打 中间接了个电话 提到了809这个数字吧 三个数字 如此说来 李某在吃饭时接到的那个电话 应该正是女同学陈某打来的 李某先是在网上对雪冰发出了邀请 随后女同学陈某便从外地返回了本县 莫非陈某就是雪冰 偏僻小项身负重伤的男人为何一心求死 寂静深夜 是谁与他秘密相约 却不限真身 扑说迷离 网名雪冰的女子 莫非另有欺人 聊得比较 就是那种比较亲密 暧昧的 婚外恋情 情感倾诉的背后 难道暗堂杀机 他做过系统 做过系统以后 里边这个好多信息都没有了 雪冰的圈套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李某在商城村的一条偏僻小巷里遇害 民警推测 他当时很可能是来找一个网名叫雪冰的人约会的 这个雪冰究竟是谁 此前有线索显示 就在案发当天 那个与李某关系暧昧的女同学陈某 从外地返回了本县 在那个郑昭市家段 咋怕的啊 就是 他这个同学啊 陈某回不回就是忘命了叫雪冰的人 根据提供线索的公交司机回应 当天陈某是在商城站下的车 后经民警调查 陈某有一个姐姐就住在商城村 而且距离案发现场很近 这也就意味着 他应该对那里的环境相当熟悉 莫非雪冰真的就是陈某 但是通过对比相关信息 民警却发现 他们之间又有一些不同 雪冰的这个QQ里边 这个资料里边看的这个 他这个年龄是20多岁 然后他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女同学 实际年龄已经30多岁了 由于网上的资料可信度极低 无法起到任何甄别的作用 因此警方依然将女同学陈某 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然而就在民警准备对其展开调查的时候 另一条线索的意外出现 却让他们暂缓了脚步 就是一个人发言到 黎某以山上村 一个万某 又曾经有过暧昧关系 王某今年20多岁 他和黎某在2014年通过网上聊天相识 两人不仅见过面 而且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暧昧关系 据了解 王某现在和丈夫同样是分居的状态 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则由来已久 王某和马某是经别人介绍结婚的 但由于之前缺乏相互了解 婚后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 结婚之前 双方就缺乏感情基础 婚后两人又很少沟通 这种四季沉沉的生活 对于刚刚20多岁的王某来说 十分痛苦 平时每天做完家务 王某都会上网聊天 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 直到有一天 他碰到了李某 李某不仅方趣幽默 而且还经常对他嘘含问暖 处处关心 而王某也将李某 视作自己的情感倾诉对象 两人的关系逐渐暧昧起来 有一天 李某再次邀王某出来约会 从网中 王某忘记了关电脑 就这样 丈夫马某知道了妻子隐藏的秘密 聊得比较 就是那种比较亲密 暧昧的话比较露骨 后来他媳妇回来以后 然后进行追问 他媳妇当时就承认了这个事 马某怒不可恶 而王某心里也有几分委屈 在大吵过一架之后 王某便收拾东西 回了娘家 两人虽然又重新生活在一起 但是丈夫马某却无法抹掉 由于妻子不忠而留下的心理阴影 此后双方经常发生争承 在走坊中 王某坚称 他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李某 但事实果真是他说的那样了 民警推测 王某有没有可能 为了躲避丈夫的监视 注册了另一个QQ号码 与李某继续来访 他会是那个许冰吗 民警曾查看过王某的电脑 但结果却一无所获 因为这个电脑啊 它做过系统 做过系统以后 里边这个好多信息都没有了 一个是女王友王某 一个是女同学陈某 这两人都与李某有暧昧关系 并且他们在近期还都和李某有过联系 更巧合的是 陈某与王某都对商城村非常熟悉 了解案发现场的环境 这两个人中究竟谁是许冰 偏僻小相 身负重伤的男人为何一心求死 寂静深夜 是谁与他秘密相约 却不限真身 一搏三折 案情侦破竟然一瞬间重回原点 费尽周章 他行凶背后究竟暗藏什么动机 雪冰的圈套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李某的遇害疑点重重 民警分析 案发当晚 他很可能是到商城村 与一个名叫雪冰的女网友约会的 经过技术部门的努力 李某的手机终于被成功解锁 其QQ上的聊天信息 果然印证了民警的推测 他跟一个雪冰的人聊天 非常频繁 也就是在案发前 一直在聊 包括这个雪冰 在聊天内容里边 让他到达这个案发现场 由此民警确定 这个雪冰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调查 警方将李某的女同学陈某 和女网友王某 先后都纳入了侦查视线 在对陈某的调查中 民警发现 案发当天 她的丈夫也回到了本县 他们两人在吃过晚饭之后 一起回了娘家 就住在她娘家 然后就一直没有出来 没有做案时间 也就是把她就先排除了 莫非雪冰就是王某 通过李某手中的聊天记录 可以看出 他遇害前的几分钟 雪冰还在与其联系 这说明雪冰 应该就住在现场附近 或是可以通过手机QQ 与李某联络 而且案发当晚 王某居住在自己的娘家 家中没有电脑 可供她上网 两个可以对象都被排除了 难道雪冰另有其人 但是就是有一种事项 会不会是一个纳性 以雪冰这么一个女性好的妄命 或者说故意用一个女性的妄命 雪冰另一样的名字 以受害人李某在联系 此前民警也曾考虑过 陈某或是王某的丈夫 是否具备作案的可能 建于王某的丈夫 马某对于妻子出轨一事的过激反应 警方将她列为了怀疑的重点 可是令民警疑惑的是 在他们夫妻发生争吵后 王某就已经将李某 从自己的QQ好友中删除掉了 更何况 此后李某还更换过好几个网名 倘若果真是马某报复杀人 那他又是如何找到李某的呢 万一这个杀错人怎么办 怎么确定呢 带着疑问 民警走访了马某 据他讲 案发当晚 他一直在家中看电视 随后很早便上床睡觉 他说那天晚上他没出去 但是从监控录像上 能看到的这个 确实出去过 很显然 马某在说谎 最终通过审讯 他还是交代了自己 报复杀害李某的犯罪事实 据马某讲 自从他知道 妻子出轨的事以后 就一直难以平面 心中的怒火 他总想找机会 教训一下那个男人 由于不知道 对方的真实身份 马某只好先从网上入手 他那个聊天 他那个详细资料里边 有一个特殊的签名 这个后来以后 用来的以后 他把这个 这个受害者 把这个网那边换了 嫌疑啊 就经常在网上进行搜索 终于 马某找到了 那个熟悉的个性签名 在确定此人身份后 他以雪冰的名字 注册了QQ号 主动与李某聊天 没用几天的时间 李某就上钩了 李某当天晚上 因为在法典和朋友 吃完喝酒 喝了这酒之后 他突然心情 就开始现在忘了聊天 李某在网吧 通过手机QQ 主动约雪冰出来见面 而马某看到时机成熟 便欣然艳怨 他从家中 拿了一把砍刀 藏在衣服里 提前赶到村中 一处偏僻的地方 躲了起来 躲在银行处以后 还继续 跟这个受害者 把信机 让他逐渐靠近 安法县场 就这样 马某遥控着李某 走进了偏僻的小巷 在黑暗中 他趁其不备 突然从背后 袭击了一门 所以那里受到一种很大的 无辱 这个精神刺激 受到精神刺激 不用了这个通脑分子 不用了这个 就是一个奔动反应 微成一时之气 马某便报复行凶 殊不知 他冲动之后赢得的 并非是所谓的尊严 而是冰冷的铁窗 婚姻需要彼此的忠诚 以及用心的沟通 即便遇到危机 也应当通过合理 合法的方式 来冷静处理 都关于到什么事情 要拿去法力的武器 来喊问自己的权利 要包住咱们的家庭 这种 包住家庭的和谐 家庭和谐了 社会就和谐了 江南小城 一起令人恶然的血烂 繁杂工地 一场毫无头绪的追踪 无怨无仇 导火索究竟是什么 一声叹息 生命珍贵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 天方弹幕 近期播出 优优独播出 小姜 小先 小同じ 优独播出